开会 赵伟黄昭顺想要通过陆沛申请身份证年限 六年变四年 跟民进党吵成一团 黄昭顺气得夺门而出 但没想到竟然就一去不回 两点 三点 四点 绿营立委做到了五点半到散会 黄昭顺都不见人 陈其麦还在脸书上携寻黄太后 谁看到黄太后 她请大家喝咖啡 没想到等到大家走光了 黄昭顺出现了 我们现在继续开会 突然宣布开会 然后突然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在场的立委只有林德福 林立禅跟徐真卫 林德福还不是内政委员会委员呢 会议有没有其他意见 没有意见 那我们就会议完成 黄昭顺火速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被陈其麦很酸 他现在脸书上笑这是国民党的创伤 郑后群 还贴出成语 招顺学艺 讽刺黄昭顺不懂议事规则 但黄昭顺随后发新闻稿反击 指责陈其麦还骂他俗辣 划潜封